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櫻花的芽結 在介紹芽結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紹支槌音 這一株呢,是紅支槌 在105年的1月2號 一個有網友他給我的 那當初呢,我跟一些網友要的一些支條 除了紅支槌,還有周府,還有一個羽群支槌 這三種支槌音 我全部都把它接到這一顆八重音上面 那接上去之後呢,只有羽群全部震亡 當時呢,人家給我的支條有這麼長 長,非常長,大概兩條 但是我沒必要接這麼長,接這麼多 因為這個上面結很多嘛 接了幾支就夠了 那紅支槌跟周府都有接和 但羽群接不合 羽群支槌呢,它需要彼岸系的針目 像那個... 顧色音 顧色音,它屬於彼岸系的針目 它必須用彼岸系的針目 接才接的 所以,你要接錘音呢 有些錘音呢,它都需要靠彼岸系的針目來接 這是... 槌花交接裡頭呢,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其他大部分的槌花呢 你用一般三槌花就可以接了 那今天呢,我們介紹的這個呢 它是紅支槌 我們要教大家怎麼牙結 昨天呢,我拍了一個影片 結果忘記存檔 結果今天我要重新再講解一次 首先呢,這邊有一段我削過的痕跡 我大概講解一下 我呢,要怎麼切呢 這是牙 我用刀子呢 切這一段 手指中間這一段 這邊這一段 保留上面一小部分跟下面一小部分 就會像這樣 那我們現在畫面呢,切到另外一邊去 來介紹一下 眼前這一株呢 是2月11號接的紅支槌 2月11號接的紅支槌 看得到了 我將這個牙呢 削了這麼長一段 反正做實驗 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先拆上半部 上半部呢 有看到這個痕跡嗎 將切好的牙點呢 留一截皮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要用 用架接帶或用夾子呢 都比較好夾 然後呢,再看看下半部 彈開來了 那 夾回去 真是不好 那 這一株呢 紅支槌呢 我今天這個牙接呢 就完全就這樣子 用夾子夾 也不套袋 那 這個純粹呢 就是 想要挑戰看看說 它會不會活 如果會活 我就跟你講會活 不會活就算了嘛 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呢 自己嘗試看看 謝謝收看